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在中国的俄罗斯诗人堂西兰 今天中国朋友们可以看到我的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因为我平时除了拍视频以外 还会拍照 就是我对摄影这一块非常有兴趣 所以平时也会拍一些照片啊什么的 然后让自己的朋友过来拍他们的照片 所以有这么多专业的设备 但是我希望随着时间我也会慢慢学到更多关于摄影 包括这个拍视频的一些技巧 所以一直在努力 这段时间呢我主要是在忙这个做一些翻译 包括最近忙着写作 如果我除了创作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我觉得感觉那个心情进不下来 所以会影响到协作啊 那么我们这段时间在寒州一直在下雨 然后我平时 因为在学校里面吧 在学校里面我有其他的同学 所以我们如果外面不下雨的话 我们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啊 然后我平时也会拍一些照片 到时候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展示一下 我自己之前拍过的一些示意作品 你们点个赞啊 然后就是因为最近我也去过这个湖州 安吉渔村 因为安吉渔村它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良善理论的一个地方 就是喜主席他提出的这个概念 就是六水金山就是金山一山 所以这个理论我当时刚来的时候也不理解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这一次我过去的时候 他们那边的主席他跟我讲了一下 关于这个村子的故事 比如说呢它之前是一个矿场 就是用了一些自然的资源卖出去 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本村里面 为了建房啊什么 就是这种建筑方面的东西都是用了好多 所以我看到那个矿场的一个环境 它本来就是一座山 一个很高的那种山 然后你现在过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座山全部都外掘出来了 都是平的 所以当时人们因为是工业发展比较多 就是从工业工业角度来看 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用了一些自然的资源 但是到了我们现在的这段时间 人们慢慢开始了解 我们不能伤害我们的家园 所以今天中国朋友们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中国 其他国家也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必须照顾自己的世界 我们这个地区 我们的家园 因为除了这个家园以外 我们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住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珍惜 好好呵护它 我之前写过一篇 比较长的一首诗 所以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 朗诵一下这一首诗 然后我也希望 朋友们可以反思一下 这方面的问题 我这边想要登录一下 这个微信 看看 这个 这一首诗 我是在一个平台上发的 找一下 找到了 这一首诗 这一首诗叫做 《别叫醒 沉睡的龙》 温暖的沙滩上 我的脚印被来袭的波浪冲走 那仿佛来自地区 深处 整齐的呼吸 在我的脑海中 有一只火雾 沉睡的龙 或被重新创造出来 并不明白 它如何飞翔 在深处宇宙 在无数横行之间 飞驰的龙 满是星辰 是生命的存在者 在安静之处 找到了归宿 把地区 变成了熟悉的地方 在那熟悉一年的瞬间 龙像剑一样在太空中飞行 飞来 行生命的诞生 一个人的诞生 拥有龙的一丝才华 大自然伟大的奇迹 把心 转向了无知世界 带来破坏 挖空 爆炸 拒绝着大龙的精神 被自傲所欺骗 昏尘梦幻 此称为地区之王 无尽且摧毁着 热爱的大地 那些凶猛的海洋风暴 海啸席卷全球 愤怒的火山 燃烧所有生物 这些在发出警告 警告的就是你 你是否听到 人 那万载千秋 在愤怒中 醒来的喊声 狠狠地毁灭生命 把地球 冲进黑色空洞 太阳也把面孔转离 曾经被成为 地区的黑块 这些 云过蓝天 然而 我距离在温暖的沙滩上 在被海风弥漫 聆听海洋的音声 我的心灵 总怀有憧憬 毕竟你和我 只有一个世界 承受大龙的占有 领它 安详地入水 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么中国朋友们 我这首诗 可能写的也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我也希望 我们全世界都会重视 我们自然资源 我们自然世界 我们舒适的家园 那么 中国朋友们 我先要告辞了 我待会儿还有事情要做 所以我们 下一期见 我刚刚给大家录着视频 因为我们学校宿舍对面 有一个监察学院 还是什么 就是每一天都在锻炼 然后每一天都在这个运动场 会123 123 真的 我给大家看看 就在对面了 好 中国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